各位朋友,合作修是一位中科院的院士 专业领域是粒子物理和理论物理 合作修最近塌房了 中国的网友们纷纷挖坟 说这位老公知 你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在一个自媒体平台上 也就是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表达了对芯片问题的看法 当时你说 芯片问题从理论上来说 比清淡理论还要复杂 存在着更多的基本理论问题 我认为荷兰人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而华为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理解 他们很可能只是将其拿来使用 因此荷兰人说了这些 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真正取得了成果 再说的具体一些 华为并不懂得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 重大的意义 这是给华为上课 意思是说 华为你造新片 你比人家河南人 不是 荷兰人差远了 没有光刻机 你根本就干不成 这是合作修 当时 言之糟糟 在合作修发言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也是持类似的看法 他们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封锁下 中国没有办法应对芯片问题 然而 众所周知 华为在8月29号横空推出了 Mate60 Pro系列手机 各路的数码爱好者 自媒体 甚至是国外的专业机构 对这款手机进行了拆解 确认它搭载了5G的麒麟芯片 9000S 而且基本确认采用了7大米的工艺 尽管是对华为的全面封锁 但是呢 人家华为找到了突破口 而且最近传来的 华为解禁了芯片的潜能 由8核变成了12核 在手机里边首次实现了多核超线程的应用 这个比苹果 比高通 比三星都先进 是吧 而且呢 后续推出的这个Mate Pro家呀 这个X5啊 等机型 而且呢 这些供应量巨大 让那些认为用这个28纳米 把它多次曝光成7纳米的那些人也闭嘴了 因为几千万片 那如果是工艺 这个工艺良品率不足的话 哪有来的这几千万片啊 是吧 9月12号的时候 合作修 实在是被打脸打疼了 再次发表文章 表示呢 华为在7纳米技术 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基础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令人欣喜 公开表示支持祝贺华为 这个这算是认错了啊 跟自己认错了 不过呢 这个合作修的文章提到的大力协同和各参与工作者 各国民营企业 各科研机构啊 都加了引号啊 是吧 那意思 这不是华为一个人的功劳 也确实不是华为一个人的功劳啊 这个华为啊 啊 这个事情呢 合作修心里边还是不服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其实呢 早在几天之前 人民网就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啊 就是说数业有专攻 院士发声当有边界 提到了说要规范院士的行为 禁止行为明确了院士的行为红线 包括禁止院士公开发表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 意见啊 以免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胡乱发表言论误导公众 那么合作修是否就是这个条例公布的这种原因呢 我们不得而知啊 但是这个合作修他呢 不服啊 啊 这个规定出来之后 这个合作修呢 就说啊 这个 这一条啊 自媒体不归中科院管 大不了不标注中科院的院士头衔罢了 啊 为了维护自己在自媒体胡说的权利 要与中科院斗争到底 呵呵 合作修啊 这一次算是塌房了 很多的网友啊 问合作修 听说啊 你说啊 你跟那个俞敏一起研制了清淡 你还指导了俞敏 研究出了清淡 这怎么回事啊 合作修还真的回复了 说我早就回答了 11个人一起踢足球 我是边风 俞敏是中锋兼领队 我的责任准确的把球踢到中锋的面前 但迎门一击 应声入网的 那是俞敏 你意思 他是足球队中的一员 是吧 呵 这个合作修这老头啊 原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老公知 没见过世面 对这个世界的沧海桑田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 这种切身的感悟了 他跟那个 谁啊 就是跟胡锡进 一个掉点 他是说中国如果现在跟美国如果开战的话 毫无胜算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啊 他这个言论 说他跟俞敏一块研制了清淡这个言论 连中科院都看不下去了 中科院随后发了一条动态 在918这个中国的国耻日 说这个 1999年的9月1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 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功勋勋章 这里边没有合作修啊 这给人的感觉就是中科院的官方都看不下去了呀 这是在打脸这位老公知啊 我也不要脸了 你连足球队的议员你都算不上 你连捡球的球童都不是 你还跟俞敏一块研究了清淡 哎呀 这网友也嘲讽了 说中科院这是不是故意在内涵合作修啊 怎么感觉最近的每一条动态都是针对于合院似的呢 上一次禁止发布专业外的意见就差点点名了 这次又把老黄礼翻出来晒一下 那言外之意是不是太明显了 这已经是组织最委婉的提醒了 希望有些人能够明白组织的良苦用心呢 合作修啊 清淡没你的事儿 别再吹牛逼了 网友们啊 这个开始了群朝合作修 说当年阿斗和子龙将军一起在长板坡杀了个七进七出呢 对吧 跟你有什么毛关系啊 你被抱着 对不对 还有说我表扬了普京啊 是吧 我昨天给马云签了个订单呢 是吧 还有网友更加直接 有没有一种可能 如果没有他清淡会快一点 研究成功啊 是吧 说这个 哎呀 人家于敏啊 真正的院士 能搞个清淡啊 合作修你是正宫院士 搞革命 你才是一把好手啊 对吧 说这个人 唯一拿出手的 就是活得久了一些 合的水平 现在博士毕业都难 是吧 换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我姥爷也是和于敏科学家一起研发了清淡 因为他是二二一工厂的技术员 嗯 是吧 哎呀 这个 说笑天犬 还说和二狼神 一起打败过猴子呢 这个就太狠了啊 这个就太狠了 合作修 现在呢 真可以说是晚节不保吧 有人说 这合作修这是怎么了 都九十岁了 现在啊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说人老了以后啊 他随着这个脑器官的退化 他有一个反老还童的过程 俗话说老小孩老小孩嘛 所以这个合作修 现在基本是处于老年痴呆阶段了 对吧 中科院也没办法 你说对这个老年痴呆 你也不能真正的这个处罚他 让他闭嘴啊 他就在这个自媒体上胡说八道 你怎么办呢 啊 不过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合作修 就会被网友给嘲讽的 这脑子就快了啊 这人气性还大 看网友嘲讽他 没没还出来给网友怼啊 这就快了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